痴呆症可不可以被预防 大家好我是罗希希博士 做视频经常有人说 讲这么多痴呆症的问题 能不能说说怎么样预防这个疾病 首先先说明一下 预防这个词用的是不准确 因为痴呆症60%左右是先天的因素 40%后天 所以如果您的先天的危险因素特别高的话 是谈不上预防 就是说我们后天的努力 是盖不掉先天的影响 但是后天的努力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比如说有的人注定会患痴呆症 那后天的努力之后 可以让这个疾病向后拖几年 比如说70岁发病的变成80岁发病 或者说就不发病了 所以我们一般标准的说法 就是降低痴呆症的风险 不能说预防 那有哪些方法可以降低痴呆症的风险呢 罗希希也就专门查了 比如说北京卫健委官网上的一些信息 还有美国的美药诊所 克里夫兰的一些医学科普信息 反正主打的就是一个权威 那他们总结起来就几点 第一个呢就是戒烟戒酒 那第二个呢就是遵循地中海的饮食 就是富含全古物 蔬菜水果鱼类贝类坚果豆类 橄榄油和少量红肉的饮食 此外呢还有要锻炼 就一周中大部分的时间 至少要有锻炼30分钟的时间 还有呢就是要保持社交活跃 就多多与人互动讨论时事 保持自己思想的活跃度 或者说学一些新的东西 还有呢就是平时要多动脑 可以多打打牌打打麻将什么的 多与别的老年人聊聊天 延迟退休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那在逻辑这里呢 我就把它总结为 就脑力锻炼体力锻炼 饮食调控三高控制 那这样子呢会比较好记 或者说呢我还有个口诀 就是做好吃练睡 吃呢就是低中海饮食 或者心智饮食 练呢就脑力锻炼和体力锻炼 睡呢就是睡个好觉 那这些呢都是可以有效帮助 降低吃耐症风险的 好的希望这期视频帮助了大家 我们下期见